在活影忍者中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其中英年早逝的天才忍者 阿三认为有八个 一 君马履 作为会业一族仅存的族人 君马履的实力咱们有目共睹 在剧中他与众物初次见面时 这轻易束缚住了众物的行动 咱们要知道 君马履可是在其遇到佐助前 唯一一个能在毫发无伤的情况下 压制众物杀人冲动的人 他曾作为因之五人众之一 同时在五人众中实力是最强的 其余四人哪怕一起上都无法战胜君马履 根据公示书上的记载 君马履除了幻术一般 人数和体数都十分强劲 更不要说这家伙还自带血脂陷剑 尸骨脉 他可以随意操控自身的骨头 其硬度更是超过了钢铁 而且君马履还能化骨为剑 可谓是攻防一体 只是上天总是嫉妒阴才 虽说君马履的实力很强 但是却有着家族先天性的遗传病 在和我埃罗战斗时 本来应该给其致命一击的君马履 最终却因为疾病的侵蚀 兽数已尽而死 纵观他的一生 享年十五的君马履 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若是有机会 他一定会成为人界最强忍者之一 二 奇木碎帽 奇木碎帽作为卡尔西的父亲 因为手持一把散发白光的短刀 人送外号 木叶白牙 他是一个连木叶三人都尊敬的天才忍者 根据设定集中的描述 碎帽拥有着能看穿别人的慧眼 还曾对卡尔西预言过 凯将会成为其一生的劲敌 因为剧中他只展开过歇的父母 而这两个人剧中并没有太多的描述 所以从这个方面 咱们并不能看出奇木碎帽到底有多强 而从他完成任务的次数 大概可以知道 碎帽虽说可能没有影集 但是在精英上人中 还算是实力很强的了 卡尔西一直使用的千年杀 同样也是他发明的 可碎帽的结局却不是很好 他明明将同伴的生命看得很重 但却因为在任务中救了同伴 而没有保护村子 被村民指责 就连他这出的同伴也觉得碎帽做的不对 最终不堪重负的奇木碎帽 选择了自我了结 在火影中 对这个角色的描述其实并不算很多 大家只知道他实力很强 天赋很高 也有些小伙伴在看到他的半袖后 一口咬定就是火影半袖 并觉得碎帽是一个能和波风水门 在一个水瓶线上的男人 但是吧 这些毕竟只是猜测而已 其中这样的设定 集中都没有对半袖有过多的说明 所以阿三更倾向于 这只是个服装而已 三 蝎 蝎作为杀影村的S级判人 曾被誉为天才傀儡师 因为在人家大人中 其傀儡将鲜血染遍了沙漠 从而获得赤杀之蝎的外号 在剧中 蝎不但杀死了历代最强的三代火影 还能同时操控100具傀儡 甚至这家伙还曾消灭了一个国家 要知道 蝎死的时候才35岁 根据上面说到的种种 咱们不难看出蝎的天赋还是很强的 说他是天才一点也不为过 刚刚咱们说过 奇目碎貌杀死过蝎的父母 在缺乏亲情的环境下 蝎的性格自然也变得十分扭曲 和崇尚艺术就是爆炸的达拉不同 他认为只有能长期保存的东西 才能产生永恒的美 在剧中 蝎就曾将自己的父母 做成了傀儡的样子 不但如此 还将自己也改造成了傀儡 阿三认为 当他将自己改造成傀儡后 真正的蝎就已经死了 活着的只是一具冷冰冰的傀儡而已 你知道在火影忍者中 一年早逝的忍者都有哪些吗 四 宇之波止水 止水作为宇之波一组的天才忍者 在铜树的天赋上 和宇之波又有的一拼 而他还是火影中 为数不多拥有万花筒血轮眼的人 其独有的铜树别天神 更是被称为最强幻术 但是吧 剧中的止水本人 却一次都没有用过这招 从团葬和幼的使用中 咱们不难看出 别天神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 修改被失数者的意志 简单来说就是洗脑 当然了 至少肯定也是有缺点的 浩兰多 cd长 如果没有这些限制的话 别天神就太变态了 咱们要知道 那时的止水大概才14岁 就光看上面这一招 就已经可以成为天才了 但是因为宇之波一族的政变 止水被团葬偷袭 并失去了右眼 后将左眼托付给右后 投何自尽 五 宇之波又 又作为宇之波一族的成员 同时也是所住的亲哥哥 和上面说过的止水一样 他也是族内的天才忍者 三代火影 则这样评价过又 在他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火影的思维 在剧中为了保护村子 免受战乱 幼和带徒两人 直接覆灭了宇之波一族 并让自己的弟弟恨上了自己 他的强大 阿三无需多言 无论是天照 阅读还是完全体虚作 能忽都是人界中最强的数 从设定书上看 幼的忍数 体数 以及换手 都是剧中最强大的存在 所以在左助和幼的最终一战中 粉丝们也总是调侃到 幼放水 放了一整个太平洋 关于这位享年21岁的人者 阿三认为 又是善良的 同时也是理性的 只是生错了时代 在与直播和木叶 矛盾无法调节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保护弟弟 并站在了村子一边 若是有选择的机会 他又何尝不想和弟弟 以及止水一起 快乐的成长呢 火影中的天才忍者 为什么死的都那么早 到底是剧情杀 还是真的该死呢 六 波风水门 水门作为一个 二十几岁的四代火影 无论是从飞雷神之术 还是他自创的螺旋玩中 咱们都能看出水门的天赋 自来也对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与波风水门相比 任何人都显得不够优秀 在第三次忍救大战中 敌国的忍者甚至下令 若是在战场上遇到水门的话 可以立即放弃任务逃跑 同时他也是火影中 少有的不依靠血统 遗旨改造和秘术 仅靠个人的天赋和努力 成为强者的人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火影 却为了守护忍戒 动用了识鬼封禁 将九尾封印到了名人的体内 并与自己的妻子一起 双双死在了九尾手上 七日向宁次 宁次作为日向一族的天才 虽然被宗家限制了 血之献戒白眼的能力 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天赋与奴隶 学会了宗家才可以使用的体数回天 在追击佐助时 被宁次击败的鬼童 完成说过 除了军马履 还没人可以将他打成这样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宁次和军马履一样大 从这里 所以看出他天赋的恐怖 对于这个角色 心中无不透露着惋惜 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宁次即便已经很努力了 但他命运却从来没有改变 八 长门 长门作为余影村的战争遗孤 同时也拥有着血迹献戒轮回眼 在佛影中 轮回眼被称为掌控生死之眼 其拥有者能自动掌握 六种查克拉性质的变化 这也是后面六道佩恩的由来 关于长门 咱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天才 从天到佩恩 神罗天真到地包天心 无不透露出长门的强大 要知道在他死的时候 也才刚刚35岁而已 对于这个角色 咱们并不能用对与错语去衡量 因为战争与和平 本就没有对错 长门因为战争失去亲人和朋友 但最后也因为战争 用自己的最后生命 使出外道 轮回天生之术 将木叶一战中死去的人复活 阿三觉得 若是他能像名人一样 即便自由死去 也能控制住内心复仇的冲动的话 说不定也可以成为 一言之子般的存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阿三 咱们下期再见